你翻得越多次 它的肉汁跟肉汁会更好 真正煎得好的牛排就是 你的红色的比例要很高 所以你的火候掌控很重要 铺开弯要三分 外面是脆的 那里面是QQ的 然后有嫩度 真的小杰一定会碍死你了 他本来就很爱我 然后我知道小杰很喜欢吃牛排 然后所以你们常常会买牛排回家煎 所以我今天希望 我可以传授 你知道你回去煎给他吃 但我今天教你就是很简单 两种做法 你在家里都可以实现的 其实在处理牛排的时候 第一个步骤就是 你一定要让牛排接触到室温 让它回温暖化 你再去煎 你的肉会特别嫩 而且均匀度也会特别好 然后肉汁会特别多 现在呢 我就是用 菲力的部分 用这个方式来做 是简单快速好吃的方式 但是这个方式呢 它比较挑肉种 比较油脂反尿比较不高的 但肉质比较软嫩的部分 但它这个做法是先烤后煎 工具很重要 体温计的感觉吗 刚 对 刚是什么 刚刚在说 刚刚在讲什么 刚刚我介绍这个温度计啊 不接 不接话 没关系 我听不得没关系 我日本人没关系 它现在里面的温度是18度 那我设定是50度 等到50度的时候我会拿出来 但是烤的时候呢 它的温度要非常的低 所谓的非常低可能就是120度到110度 这么低 这么低 我现在煎热炎 我会先煎 后烤 第一个步骤都是用高温 最主要最主要是蛋白质脆化 脆化完之后 我再放到烤台上面 烤台的话 大火是为了让它产生香气 碳香味 步骤做完之后 我就会转小火 小火就会不停的翻面 你翻的越多次 它的肉质跟肉质会更好 真正煎的好的牛排就是 你的红色的比例要很高 所以你的火候掌控很重要 不开玩笑三分 外面是脆的 那里面是QQ的 然后有嫩度 然后外面那个炭香味很重 对 肉质方夸张的 就是有喝汤的感觉 好来 让选手就位 好 接下来就是换你要处理 第一个步骤 我们先把肉擦干 我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讲 你就一个个步骤一个步骤做 好不好 盐巴撒点盐巴 好紧张哦 不用紧张 没什么好紧张的啦 大家会觉得说我看我H5有办法做到煎牛排嘛 吃也是可以 它的温度其实是更稳定的 然后再来呢它可以要求的温度也会更高 你看它这个其实很快 你看 对好快哦 它现在已经冒烟了哦 对 好冒烟我们就差不多了 可以了 等一下 你们都可以了吗 好可以 哇好香哦 真的好香 来你带你这边 好 香气思意 对你从这个角度看 嗯 它有没有脆脆的 有对不对 有有有 就可以了 对 可以了哦 可以 掰 好不像我煎的哦 真的小姐一定会爱死你了 她反正很爱我啊 更爱你 蛮有重量的耶 这个是 可以了 可以了 好来慢慢来 好我们让它休息一下 然后你这时候就可以加一点点的 盐吧 黑胡椒 好来 放进去 这边哦 对对对 你小心这边会烫哦 好 然后这边再撒一点黑胡椒 好 这个盘子 因为我们刚刚 我现在是教另外一种 你不用再炭烤了 所以你这边是大火 这边是中小火 每一秒放一次 没关系 把刚刚放了十秒 没关系 那这一面就再放十秒 好 反正每一面的时间都要一样 对 3 2 2 5 5秒 哇你还真数哦 不是5秒吗 我感觉的感觉差不多 好 我教你哦 这个的触感 就是1分 你有没有看到它是不弹的 这个触感 嗯 你会发现这边 这个地方大概3分 很简单 你把嘴巴睹起来 摸 这是5分 嗯 所以你等一下要见5分 你就是要这个弹性 那如果我10年后这样还是一样吗 10年后你就摸 摸你儿子吧 最近这样又还准吗 最近有点松 哦 对 你觉得呗 是不是差不多了 是吗 好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拿起来了 OK 好来 那边飞力完成了 大家会觉得说 啊这样低温烤它肉汁会不会流失 其实我们看到下方 它下面根本没有肉汁流出来 就根本不用洗 有没有 我们只要在表面刷油就好了 所以交给你 好 帮我在表面刷油 就是有点像做蛋糕的那种的感觉 是吗 哦 你这样讲也是可以 可以吗 对 牛排原来是需要 我以为是他们本身的油脂就够了 没有 这一块肉是没有油脂的 肥肥是没有油脂的 这一块肉等一下呢 我们就是用大火把外面煎香就好了 帮我上面再撒一点点的黑胡椒 油吗 黑胡椒 你不要再加油了 我们先等一下再吃这一块 我们来吃我们刚刚的 好 飞力的部分 飞力的部分 因为我刚已经吃过了 给大家看 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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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颜色好漂亮 真的我想要的是这个颜色 一点都不夸张 超级软 就是要遮在别人的脸前面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那它是也是有香气 但是它香气跟它比就差了一点点 但是它肉的软嫩度更高 我真的很厉害耶 它其实两种做法 在家里都是很容易呈现的 那就是看你们想要表达 你们什么样的环境下来可以用 就是这个烤箱的有点吓到 吓到对吧 又轻松 然后又好吃 然后又方便 哎 我谁 导师吗 导师耶 我不是飞行导师 哈哈哈哈 回家 手部时间 好 来 让 因为想要看我跟小艾之间的互动 像我们今天就是很认真 但是我们在拍摄 料理之王的时候 我们两个是非常 票话非常多的 欢迎收看我们的 近几年时代我们的料理之王 我觉得我们的项目 我们的过程 我们的项目 我们的项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